为什么员工我给了他钱他还不好好干 稍微有点本事就跑了 这是很多中小企业老板都非常困惑的问题 我们说光给钱是没有用的 要想让一个员工好好干 动力能力方法论 一个人好好干你得给个理由 第一是公司有前景 如果这个公司没前景 你光光给我钱没有用 我就是混日子 他就变成了当一天和尚 撞一天钟 第二个个人的前景 我做到什么样能得多少钱 第三条就是尊重 整天训我 除非这个人就是个太监的心态 怎么叫体现尊重呢 第一要有知情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原来每个月有一次员工大会 要向员工通报很多事情 既报优也报喜 让大家知道公司目前的经营状况 而公司所有的政策调整 很多待遇调整 我们都要在员工大会上 向所有人进行发布 第二个呢 你关心我体贴我 我家里有点事 我个人有点事 你不能利益至上 家里都着火了 你不让他回去 这是老三样里边的关于动力 老三样的第二条叫能力 能力哪来的呢 又是三个因素 培训 普导 师徒 你不光要给我钱 你还要让我不停的补充知识 就像当年会补号称是IT券的黄埔军校 我们在招聘面试的时候 不是只谈待遇 而是谈我们的培训体系 我们如何把一个大学毕业的人 几年以后变成是一个管理者 再几年以后变成是一个中高层的一个职业经理人 我们叫先培训后上岛 你不能假定每个人可以无师自同 不管你多么聪明 你天赋多么好 没有正规的培训 都很难成为专业的人才 第二步呢 就是辅导 就由他的顶头上司 每周一次做辅导 这样才能把老师教给他的知识 方法落到实处 同时呢 中间做的有什么偏差 还可以及时的进行调整 纠偏 这样才让员工走到一条正路上来 第三个呢 是师徒 一个新人进来 必须有人带他 看看师傅是怎么做的 老师教的更多的是原则 是框架 而真正在实战当中去体会 去感悟 这就需要一个师傅带着他 所以有了这三条 能力就会上升 最后一个方法论 什么叫方法论呢 优秀的员工经过长年的积累 实践形成的一套规定的动作 我们把它固化下来 就称为是方法论 这个方法论包括什么呢 第一包括流程 先干嘛再干嘛 中间有什么环节需要检查 这是个时间轴的概念 第二个呢 工具 你如果没有工具 干活效率不高 比如说那有个螺丝钉 让你拿手指头抠出来 你用一天能够抠出来 一个五公分的螺丝钉吗 可能把手指头抠破了 都抠不出来 如果拿一个电动的螺丝刀呢 30秒出来 那么在经营管理上 也有很多的工具 因为工具的介入 大大的提高了效率和质量 所以我们说科技的进步 很大程度上 都是体现在工具的进步 你跑再快 你也追不上自行车 你骑再快的自行车 你也追不上摩托车 通过有了工具 我们的工作效率 有了大大的提高 第三呢 是很多人最容易忽视的 说你看了吗 我给了你流程 给了你工具了 还缺氧什么东西呢 操作指南 就是告诉大家 怎么用这个流程 这个工具 它就变成了一个 可以复制的体系 这就是方法论 那么如果你能把 这个老三样的三条 能够抓住 每个里边又有三条 都坐到位 这员工就会发自内心的 为了个人的利益 而努力工作 我给了个人的利益